因为上次在公园钓鱼的经验 让我感受到在公园钓鱼的乐趣 但是这一次我是来到了另一个公园钓鱼的 因为这个公园在我上一个影片 是有几位观众和我的师傅介绍我来到这里的 加上钓鱼准镇上也有提到这个地方 是有准镇才可以钓鱼的其中一个公园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试试看我的运气了 这一次我是选择在早上到这个公园钓鱼的 因为以我个人的经验 会认为早上是许多地方的黄金时间 不只是钓鱼 早上也是其中一个最多人在公园活动的时段 所以我在钓鱼时必须要更加的小心 而且这里的许多位置都是必须要我们站在公园的人行道上跑耳的 所以在跑耳时必须要更加的注意 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这次带的钓鱼也是和上次的一样 Extreme Angler Custom 一刀六磅的杆 Caskane Zephyr 1000号的威物仿车轮 Zen GT Zero Airbrake 六磅的布线 但是这次没有绑上任何的前导线 因为我的师傅告诉我 前导线有时候会影响到路牙耳的动作 尤其是威物路牙耳 所以我就先试试看 不用前导线的效果会是如何 这次是威物路牙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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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来我当天的运气还不错 既然可以吊到这么大条的淡水石板 不只是体型大 它的力气也是非常的大 你们可以看到 它有本事把我的仿车轮拉出线了 虽然你们可以看到 它把我的吊杆给拉完 拉出鱼线 但是如果用到不对的装备 你也是没有办法体验到和我一样的感觉 那么就说 它是不受伤佣的海亿 是不受伤佣的波兰 那么就说 有时在公园钓鱼会吸引到不少人过来看看我们钓到的鱼 我也会利用这一个机会让他们了解一下 钓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这些是一个鱼 这些鱼的鱼的鱼 哦真的吗 如果您去鱼的鱼可以见到鱼 这些鱼的鱼的鱼 它们叫鱼 鱼 鱼 鱼的鱼 鱼的鱼 是正确的 鱼 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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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这样的 是正确的 我们经常会见到鱼的鱼 鱼的鱼 看来 鱼的鱼 我们经常会见到鱼 鱼的鱼 是这样的 鱼的鱼 好的 好 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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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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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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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久我泡了很多杆 都没有鱼再给我的鹅反应了 但是我有看到有不少的鱼 是躲在靠岸的石头里的 所以我就换换另一种方式 来看看它们会不会上吊 有一只躲在里面 这种躲在里面的应该还小 咬都咬不到 哈哈哈 给我拱到一只上来 好了 放回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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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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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厚 我刚刚有鸡1g出的 有多一只 一只好像更大只 你看 还大过我的巴掌 可以了 怎么去 到了11点早上 我们就回去了 到家后我是有把当天的吊框告诉福格的 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福格和我决定 第二天再到这一个地方试试 到了第二天 福格带了Zen GT0 Airy 651-6磅的吊杆 让我试试看它的手感的 Airy是一只微物鹿芽子饼吊杆 这只吊杆有超高的感度 所以就算超小的鱼腰鹅 也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强的 另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让你在与小鱼搏斗时 有如钓大鱼的感觉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它的手感会是如何吧 前面应该有石头位 刚才又被咬了几年 又有很多 轻软一点 轻软一点 哦,感激一点 触碰一点,好像很厉害了 来来来来 这条不错,尺寸 哦 很漂亮啊这条 对哦,又正厚 哎哟,口很大哦 哇 搭很多,这次搭多了 耶 水啊 哼 ? 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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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喔 水Q Ф Flash flight 水 海 水 好 探水吃斑 有力,這隻可以看到,燒掉了 噢,好燙子哦 這個是我今天釣到最大條的探水吃斑 然後今天我是用這一隻釣杆 這個是GT-ZERO PERRY 這個是一隻很sensitive的UL釣杆 剛剛我用這一隻釣杆來釣這一條淡水斑的時候 感覺好像真的在拉大魚這樣的感覺 這個感覺真的是超爽的 釣UL我們就應該選了UL釣杆 才可以釣到這些魚的力量 好啦,我們把它放回去 三條魚 的確在第二天的成績 遠遠比不上第一天的成績 我相信我會有第一天那樣的成績 不是每一次都有的 可能我當天的運氣特別的旺吧 但是我有體驗到了ZEN GT-ZERO PERRY 帶給我的感覺 當我用它釣到魚後 我真的從此愛上了這一隻釣杆 只可惜我只用這一隻釣杆 才釣到了三條魚 希望日後我會有更多的機會 來使用和感受這一隻釣杆 帶來的快感 偷偷的告訴大家 我已經體驗到了 哇 哇